周深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简直笑死了生生不惜嘉年华第二期夹更上线 被周深和汪苏龙两个大碎嘴子笑到忘记了这是当阴踪 轮到周深出场表演时 悄悄地告诉汪苏龙 我不要大张旗鼓走过去 悄悄走就行 汪苏龙嘴上答应行 可周深猫着腰刚走两步 就被汪苏龙出卖了 他站起来鼓着掌说 给周深加油 他要去了 直接打周深一个措手不及 迫不得已赶紧放下手机 鞠躬致意 节目组更是在屏幕上方打出 是兄弟就让他射死 哈哈 回来和汪苏龙击掌时 周深还碎碎念 我会报复你的 汪苏龙也不忘拱火 去每个拍加油 然后和每个老师击掌抱抱的时候 还在碎碎念 汪苏龙我寄你一辈子 即使是临出去之前 还狠狠地打了汪苏龙一下 跑出去以后 越想越生气 气鼓鼓地停下转过身 咬牙切齿地说 汪苏龙把他海豹撕了 哈哈 当然没有真的撕 只是不知道 后面深深会怎么报复呢 这哪里是兄弟 明明就是狄秘 这一期加更 两个大碎嘴子 真的是每一秒都好笑 贡献了无数的笑点 估计他们两个 不会想到 那么多人的正常聊天不放 节目组就把俩 不知道聊什么的 给剪出来了 活生生地把音宗 做成了两个人的对口相声 你看了吗 有没有笑到垂地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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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